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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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儿子啊 啥子呢 你不回来老师 你读了几年说你把本都忘了啊 现在老家机会那么多呢 你看一下这个你同学长花花 这个人长得虽然不扎眼 但是这个做得一手好菜哦 开个农家了 风风风火的 你再看 和你一起长大的这个李大王 这个种了几百蒙素材 累是累了点 现在 有了开上了泡菜 还住上了秘书 再开这个山门 人又整地 官又踏实 这个现在开了民宿 都不啊 忙都忙不过了 就你 还在外面打工 你早点回来嘛 我们一起开个洋子场 专门给他们送付 床叶床扶 直播丢人 山门是帮手 他的土鸡被客户叫做小红鸡 淋下散痒的方式 让他的土鸡自由散漫成性 为了让土鸡喝到干净水 他自制了饮水器 他还有一套关于土鸡体质 日常保健的中药秘方 从过去的牛关 到如今的养鸡专业户 他一直和养鸡打着交道 我们走进广园市建阁县 看农家妇女徒小红 如何养出自己的小红鸡 要享富 致富牛人来帮助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致富牛人 我是叶剑 一说到建门关土鸡 相信大家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 那可是广园市一张家喻户晓的 农特产品名片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一起去间隔认识一位 养了十年土鸡的农户土小红 他的小红鸡在客户那里 口碑可是杠杠的 他是如何让自己的土鸡 在众多的建门土鸡 中出类拔萃的呢 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广原市境内气候温和 鼠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 优越的生态地理环境 广阔的山地资源 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孕育了境内丰富的植被 和农作物 为建门关土鸡的生长繁衍 提供了理想的自然条件 建门关土鸡 作为广源 独具特色的区域性地方品牌 公肌强壮高大 母肌玲珑清秀 毛色鲜亮紧密 腿静结实高长 其抗病能力和逆食能力 均强于普通土鸡 鸡肉 营养好 口感美 味道鲜等特征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这里是建门县 沿圣镇大田村 每天涂小红 都会到基地来 看看它的土鸡 这个就是我的小红鸡 因为它这个名字来说 还真是有一件最迷奇的事情 我们的鸡当时在 在那边用的时候 刻薄哈 特别欣赏它的过体比较小 但是现在这个 它是青年鸡 还没到成立福的时候 它看起来有点泛黄 但是它到成年鸡的时候 150天的时候 160天上 长得非常漂亮 外观 这个羽毛都是红色的 所以我们的客户 给它取了一个 最亲切的名字 叫小红鸡 其实当时给我们 集合之下 根本不晓得我的名字 也叫小红鸡 所以这个小红鸡 就从那个时候 最开始可能 现在已经有 八年的时间了 所以现在 每个人见面 都是跟我 把招呼都是小红鸡 小红鸡 都不知道我的名字了 一个不经意的称呼 小红鸡 现在 却成了自己土鸡的品牌名字 土小红鸡 那可是名气远播 或是本地老户客 或是外地大客户 长期订单 只要它的土鸡出栏 那都是一抢而光 2019年 土小红鸡 土小红出栏土鸡 1.1万只 带动村里周边农户 雅鸡3万多只 年利润达50万元 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土小红鸡 土小红鸡 主要都是采用 最天然生态的方式 为土鸡 正式利用山间树林 最天然生态的优势 为土鸡喂养 提供了最好的生长环境 树林子里面 这些鸡都在这些坡坡上 树林子里面 这些树梢烧啊 这些树梢烧啊 这些天然的屏绽 你看嘛 这些树梢烧啊 这些天然的屏绽 它在这个里面 自由地发挥 这个环境又好去 它也可以飞到树上去 它在这个里面 自由地发挥 要上树梢 它也可以飞到树上去 跳跃的比较多 然后增加了它的鸡肉 结实去 你给它自身余 加强了那个变动量 然后可以抵抗力 土小红说,他的鸡就是要游走在天地之间, 其天地之精华,而就地取材搭起了更大的空间, 而就地取材搭起了小红鸡设,那也是小红鸡, 为啥子我们要做成这种呢,因为它这个是春天然的, 因为它这个是春天然的,然后在这个树林子里面, 它的空气新鲜,而且在夏天样子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跟大自然那个接触,可以说是全生态的, 它不需要去给它添加一些什么人为的这些东西, 只需要在这个大自然中间,它就可以把身体锻炼得很好。 正是这种零下放养方式,不仅给土鸡提供了活动空间, 而且还减少了卷舍高密度养殖容易引发的疾病传染。 为了能让鸡喝到干净卫生的水, 土小红还自制了封闭式水箱集中喂水, 杜绝了细菌繁殖及水污染。 这里最关键的诀窍,是在这凝水器上。 它这个大妹妹是个乳头式的,里面有个缸猪, 它是抓一下,它是水来的, 看到别人养猪的那种灵缸,然后装了这个穴子。 裹起它比较糟,打架的时候它不是有了灰尘吗, 然后在水里面都是影响了污染水源小伯, 但是这个都是全封闭的事,给它捂了水它是很干净的。 为了把鸡养好, 土小红一直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 她又想到村子里植位丰富, 如果用中草药替代西药预防治疗土鸡疾病或日常保健, 就会更加降低西药对鸡体质的副作用影响。 如此一来,她又整理出一套自己的中药秘方。 我们这一株草呢,它在我们农村里叫赤武家。 它是起保健作用的。 这个是车前草。 它主要是保缸、富缸的。 还有我们的下枯草。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是芝花地丁。 再配上我们的这个石藏铺。 再加上还有我们的这个鱼心草啊, 这些都是配起来给她钢子了。 都是清日间多的,在夏天用的这个非常的好。 给它搭配起来,就很好地就是让它强身健体。 然后给这一只鸡两个结下深厚的这个群衣。 因为我随时都摸摸它的头啊, 然后给它喂点食啊,喂点水啊。 所以它跟我相处得非常的亲密。 每次我喂鸡的时候,它都跟到我屁股后面来。 所以这是我养的这一两只鸡里面唯一的一只鸡。 我来随时可以把它抓到。 除此以外的鸡都是我的心理。 小红骄傲地介绍到这是她的宠物鸡。 她在养鸡的过程中亲近了所有心血, 也和鸡产生了深厚感情。 每天不间断地喂养、观察、做记录。 涂小红在养鸡方面, 那可已经算得上是半个专家了。 鸡的习性、特征还有一些问题, 她都非常有经验, 能迅速准确地捕捉到。 哎呦,你看,这个鸡又被鸡抓了。 尾巴抓了。 鸡它有个铁性,它特别喜欢红色的。 它一看到红色的话, 它所有的鸡它都要去抓。 所以我们在养制的过程中, 一发现了这种鸡的话, 我们最艰难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这个手上的泥土, 给它捏成那个比较细分模。 然后我们再给它盖起来。 它鸡看不到这个红色的, 然后这个鸡它就避免了别人的鸡再去抓它了。 养鸡就是图小红生活的全部。 而当回望自己这一路走过来的风风雨雨, 图小红还是感慨颇深。 在2010年之前, 它一直都是养鸡。 但是一个猝不及防的骗局, 却让它投进去的所有家当分毫不胜。 我们本来是跟到我们一个老乡, 他们是一个养牛的转家货子舍。 我们养牛嘛, 然后那个效益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那个货子舍的舍长, 他们那个货子伙伴是20年的生意往来了。 然后他把牛拿出去卖了过后, 把牛都卖了以后捐款全套了。 150万全部都一分都没剩。 然后到现在都是无影无踪。 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偷了三四十万下去, 那所有款项都不得了, 血本不归了。 本以为是一次诚意合作, 却未想到栽了个大跟头。 图小红悔不当初, 一大家人的生计问题面临困难。 2010年底, 建阁县大力推广大平村用于养殖的土地利用。 在加之建阁, 一直以来又有养殖土鸡的历史。 图小红想到, 何不依靠自己村优越的地理环境优势来养土鸡呢? 她决定大乱试一试。 因为我当时养殖土鸡的时候, 我去厂观很多养殖土鸡, 它那种都是那种, 眷色, 密壁, 那种, 就是, 圈养嘛, 封闭式的管理嘛, 那种。 但是为啥子, 那些下来买鸡的, 她都喜欢那些农夫商养的土鸡呢? 但是她觉得说, 我就问她们, 她说, 肉质好啊, 而且她们这个鸡部的病啊, 她们的外观也漂亮啊,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商业。 考察走访了一大圈, 结合本身山区优势, 图小红认为, 零下散养比较适合养土鸡。 她便凑了些钱, 觉得自己牛都养过, 养鸡小菜一点, 便心事淡淡地养了第一匹鸡, 五千只。 可是谁想到, 现实的残酷与想象的美好, 总是相差甚远。 当开始养这个鸡的时候, 都觉得这个价格, 市场这个价格都是挺好的。 当是养出来以后, 真的跟我们之前的相差, 那就是千差万别啊。 当初是跟我们八块钱已经成落的时候, 到最后卖的时候, 那个时候鸡突然, 因为市场包货嘛, 鸡太多了。 当时他们来收购的时候, 还是我们求到他们来收购的, 当时压到什么, 压到五块一斤。 我们的鸡的成本都不够。 正是因为, 当时大家都看到, 养土鸡的大好商鸡, 蜂拥争先的养殖, 直接导致土鸡的品质难以保障。 市面上好鸡刺鸡鸡, 鱼龙混杂, 价格也出现参差不齐。 涂小红再次陷入迷茫。 如何在分杂的市场中, 杀出一条路子呢? 涂小红认为, 她的鸡就是要抓住绝对生态, 绿色食品的定位, 就能够突出重围。 随后, 她除了更加精细管理, 还四处寻求真正改善土鸡, 铁质肉质的办法。 一位她多年的邻居老中医, 给了涂小红起事和办法, 利用中药草加强对积的保健, 抗菌, 增强免疫力。 不过, 涂小红太急于求成的心态, 用力过猛了。 发生这些都是我们大自然中间的无所谓, 我可以给她多喂一点, 让她的身体长得更好一些, 就寄进来生, 睡到最后, 不知道这个鸡, 它的保健果量, 它的气血非常的旺, 然后这个土鸡的它衣服也有大, 到最后的时候, 到成年纪的时候, 在它生成熟的时候, 越来越糟越来越糟, 就打架哦, 打哦, 然后打的所有的毛, 翅膀上的毛, 背上的毛, 全部都给它抓光了。 带到鸡出栏上市后, 涂小红请来收购老板, 那只老板的一顿鼠落, 直接给涂小红当头一放。 你说你这个东西你再好, 你再好它毛都没得了, 我再给卖。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话, 我真的是傻了。 所以那一批自然见卖了, 那一批所有的钱在后, 可能一个还亏掉的话, 接近四万。 老板的说教, 又给涂小红上了一课。 产品要走市场销售, 必须迈向品质并存。 这一次的尝试, 又以失败告终。 不服输的性格, 让她继续摸索。 重新搭配中药草, 调整出适合土机生长的用料和配药。 而在一次机缘巧合中, 涂小红还在网上结识了她现在的合伙人, 给予了她很多技术上的帮助。 在小学校, 她是穿农大便宜的, 她刚好是对这个鸡这一块, 她是有一定的丰富的理论知识。 然后呢, 谁说我们两个就是腹部嘛, 鸡的密度啊, 还有就是如何防止她捉毛啊, 比如说技术上一些处理, 比如说给她断肺啊, 还有一种时候就是给她戴眼镜啊, 这些之类的就可以杜绝了她去捉毛。 管理这个, 给她这些一些调节, 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即经波折, 终于, 土小红的土机之路走上正轨。 一年扩大养殖出栏6000只, 利润大概7万左右。 2013年, 土小红成立了 丰原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招收社员, 发展农户养鸡, 提供技术服务。 她的养鸡技术得到了村民一致认可。 过去一只散户养鸡, 每斤利润2块左右, 现在利润涨到了每斤6块。 土小红的鸡价格很好, 平配也好, 每年都买它一百多鸡, 一百多两百, 一起去一张鸡, 买好几大钱。 鸡都扛着去, 马上要帮它干货, 杀鸡, 走种地, 也要帮它出去。 一年下来的收入, 每个年下来是几大钱。 土小红的养鸡品种也好, 质量也好, 口感也好, 确实受到大家的欢迎。 再一个呢, 她本人也能鸡, 也是个有种强人, 对不对, 领导大家这个, 把这个土鸡这几年当中扶贫, 对大家的支持, 这个是大家很满意的。 如今, 为了杜绝活情销售运输过程中, 出现的死亡情况, 同时也是扩大产品销售模式。 土小红在自己的合作社, 还建起了土鸡宰鸡出加工, 从活鸡宰鸡, 去毛, 清洗, 分装, 塑封等过程。 她的出加工, 都是一套自己独有的手工处理方式。 而且因为我们的, 在山的这个工艺的话, 比较特别, 因为它从, 它的头部, 鼻腔, 口腔, 还有这个内钻这些, 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特殊的那种工艺, 所以说, 在客服水中非常非常的满意, 它们一面去, 它们那些繁杂的清洗啊, 这些之类的。 一只土鸡当天捕捉回来, 就要进行初加工, 然后再储藏于洞库中, 保证肉质的鲜美。 在24小时到48小时以内, 直接冷电运输, 发往客户手中。 如今, 土小红已经有了长期固定的大客户, 进至卢州, 远至上海, 供不应求。 要从他手里拿鸡, 那必须得提前电话预定才行。 小红鸡的招牌打出去了, 成为了建门关土鸡品牌代表性品种。 土小红也成了村里鼎鼎有名的大红人。 如今, 来到大平村体验乡村农家乐, 再吃一回小红土鸡, 已经成为大平村乡村旅游的标配。 我们坚持以和平工坚为契机, 以丰远砖火舍为龙头, 以小红土鸡为抓手。 整合舍龙资金, 通过筑大基地, 筑升加工,筑墙品牌, 筑合营销。 把小红土鸡打造成延盛镇, 具有代表性的农头产品。 年可事前, 除蓝, 建门关土鸡, 四十万只, 带动苦军征收, 两千元。 关于未来, 图小红已经开始打算, 一年中发展鸡苗扩大到二十多万。 继续带动农场和合作社社员养殖土鸡, 注册自己的商标, 打造自己的品牌, 提高产品附加值, 利用电商平台将农特产品推广出去。 这一路的辛酸和风险, 真的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的。 论到头皮, 但是走到今天, 但是我也不后悔, 说实在的话, 因为我们的图鸡在我们建国县来说, 一算是代表之一了。 我的小红鸡, 就是我的成就, 这也是我的骄傲。 四复 Flash 喂, 儿子, 啥头粒? 你laski, 你不回来了手? 你多了几年说, 你把本子忘了? 现在老家机会那么多儿 你看孩子那个你同学? 长花花。 这个人长得虽然不扎压 但是比我做的一艘好菜哦 开个农家了 风风风火的 你再看 和你一起长大的这个李大王 这个种了几百蒙蔬菜 累是累了点 现在比我开上了泡菜 还没住上了别墅 再开这个山本 人又整个团又踏实 比我现在开了民宿 生活啊漫都漫不过了 就你还在外面打工 你早点回来嘛 我们一起开个养股场 专门给他们送货 床叶床佛 直播牛人 山本是帮什么 这副讲门道 牛人有诀窍 都说搞养殖是一件 容易是 就是给这些动物 喂点吃的嘛 但其实并不是想象中 那么的简单 这技术管理 市场销售等等环节 每一步都有可能 出现不可预知的风险和困难 绝不能掉以轻心 正如图小红一样 十年磨一剑 她的小红鸡之路 也是披荆斩棘才走到了今天 只有报以坚持的心态 踏实走稳 理顺每一个环节 才能减少损失 赚得利润 好 今天节目到这里 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下期再见